台東縣議會第19屆第13次的臨時會15號上午舉行的開幕式 由議長吳秀華主持 會即將審議30件憲腐電腹案以及主計類動支第二預備金案一案 議程會在19號進行閉幕 台東縣議會第19屆第13次的臨時會15號上午正式舉行開幕式 將進行憲腐30件的電腹案審查工作 今天是第19屆第13次臨時會的開議的時間 非常感謝各位議員同仁踴躍的出席 那我們這一次的會期總共有5天 那其中我們有30件憲腐的提案 30件的電腹案 那還有主計類的第二預備金的一個案子 那我們預計3天來審憲 3天來審憲腐的提案 那最後一天我們來審議員跟人民陳情案 那日前呢政府已經宣布含萊克多巴胺美豬的案子進口 那為了保護我們台東縣民食安的安全 我們請縣府務必做好把關的工作 確保縣民的健康 那另外呢我們全民防疫的工作呢 也必須要持續的進行直到疫情趨緩為止 那另外因應農產品外銷的問題 我們也請縣府務必超前部署來做好 縣民 農民權益的保障 那另外呢今年縣政府也已經宣布了這個 這個熱氣球舉辦的旗程 我們相信這個依然是我們台東新年的 今年的重頭戲 希望因為這個熱氣球能夠持續來 繼續帶動我們地方的這個觀光 然後讓我們的地方的產業 我們地方的經濟可以繼續的活絡起來 本次的臨時會中 在審查完縣府顛覆案後 19號將進行閉幕 記者潘俊瑋台東視報導 並且EM 在審查完畢